在一场赛事中,不少的职业团队都喜欢抠近仗的同情实力码 例如在资业牌介绍表专业版里的实力码那里 你按进去,他们主要抠的是这个位置 因为这些码是近仗的同情实力码 即是跟路程和形状是有关的 当然,他们主抠的对象就是方头、咬前、没断式加速的同情实力码 另外就是排内档、没断式加速的同情实力码 有时候这些码可能很少 或者大部分的同情实力码可能排的档位不离 遇着这样的情形,不少的职业团队就会抠下面这架码了 这个位置是什么呢?这个位置就是近仗的他程实力码 即是说虽然这些码匹不是来自同情 但是它们都跟形状有关系的 即是它们有形状 当他们抠下面位置的码的时候 他们主要抠什么码呢? 同样地都是排内档 即是一至四档的码匹 因为这些码匹排档有利 当然不是所有排内档的码匹都会抠的 它们凭什么条件去做一个判断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一匹马排内档,如果这匹马是跳静的 现在是千二,这场就是宽乐好友,排一档了 它是跳程的,说过跳程 越向上,那个末段试得加速就比较重要了 所以条件就是你这个末段指数最好是正的 这场是宽乐好友,就是这场是一个正的指数 因为它是一匹跳程的码 如果是缩程的码,就是头段和时间只需要正的 因为如果缩程的话,那个速度会更快 所以要求这匹马必须要有速度 讲回这匹欢乐好友 它是一匹他程的有方案马 它今次是跳程 即是你看到正的,即是说它是可以有这个条件去跳程加速的 在这场的同情实力码 有一匹就是排内档,即是较为内档的 三个正指数也是咬前跑的同盟力量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场的赛事 这匹欢乐好友就正正是一匹他程的排内档的 每段式加速的实力码 即是直后的 那结果这场赛事正正就是同盟力量同情 即是咬前的同情实力码 每段式加速的 和这匹欢乐好友就串了Q了 这条Q是派158元 而这匹欢乐好友就是属于排内档的他程实力码 在这一日7月14日的第七场也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看到同情实力码其实不多,只有三匹 而且大部分都是排外档,不是太利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的那些码就直后了 当然这一场有一匹相同的路程 不过来自田草1000的咬前实力码 会断式加速的 叫做多多保企 在这一场排内档的就有一匹以战养战 排内档 他这次是缩程的 因为这个是1000,这个是1200 这匹马缩程 你就要看它这三个指数 这两个主要 头段是正的 时间指数是正的 也就是说这匹马 很大机会会跑 因为它本身是有速度的 它有条件可以缩程 当然 你也可以看这匹马 以前会不会跑这个路程 那以战养战 以前是会跑这个路程 那当然更加 那如果你看以战养战 之前他在72分、73分 其实跑到很多次1000 甚至是70分 都只是跑第二 都赢不到 那这次升到这么高分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 在这场赛事 他跑到进来呢? 那这场赛事 他跑第二 如果你看这场 以战养战 是一匹十倍的南亚跑第二 那其实他主要原因就是 第一 他的对手 同程实力马对手 是少了 所以呢 他这次跑进来 是凭着他 第一是有方 是不是?他城的方 第二 他排档非常之有利 那当然 第三 他本身会跑这个路程 那也都透过这三个指数 你也都看到 这匹马 是有这样的条件 今次缩程的 所以这匹以战养战 也是这一场的 和这一场的咬前 活践释加速的实力马 而串了一条 冷Q了 就是多多保际 搭以战养战 而这条Q是排386元的 那这些他城实力马 跑进来的例子 其实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这类马 第二对你来说 是属于 其实是非常之不错的配脚 也都是主要要拖的配脚 那个前提就是 同程实力马 那个数目 就是有条件 形势好 跑快有利的那些马匹 不是太多的时候 那这些马就值得你留意了 那这些马就值得你留意了 那如果看回6月29日 这一笔 这一笔 三笔 填数千二米 智力同心 智力同心 智力同心是由一千 跳程的 它是一笔 质身马 那有时候 这些质身马 真正的路程 我们都知道的嘛 如果它跳程 你如何去衡量 你看 它这次是 他排一档 潘顿骑 那他一千 会加速的 所以这场赛事 智力同心 也到8.1倍 一个半冷的马匹 跑入第二名 那另外 这一笔 圆圆动力 其实也是的 那这一场是 田草千二 那它是一笔 田黎千二的马 那前仗 上仗 它都跑得近了 跑第四 但是这次 就排个有利的档位了 那它在田黎千二 它是释加速的 就是 相同的路程 只不过是不同的场地 那它做了一个正指数 它这次排四档 它跑进来 主要是凭它的形状 和它的排档有利 所以这场 圆圆动力 就爆了一个 19倍的冷战 如果你看这场 这场的四班 谷草1650米 那 这个是他程的实力码 全部都是说他程 那这一笔排三档 内档 叫做日就预章 它是由千四 跳上来 那它千四 是释加速的 那当然它谷草千二 再跳就1650了 那你看它的谷草千二 其实也是一个很强的正指数 它是排内档的 所以你看到这一笔 日就预章 也是5.3倍跑第一的 如果看6月9日第四场 这一场 又一匹 中华威威是他程的 内档实力码 虽然中华威威在这个位置 它是富的 但是这些码 你也要看看它本身是否 会跑这个路程 因为有阵子 这些码在这个位置 表明它有形状的 但是 即使有阵子 它是不加速的 但是你要看这一笔码 如果跑同程 如果你看同一页 之前的中华威威 其实它是懂得跑同程 懂得入Q的 会断会加速的 它这次排的内档 而且这个中华威威的评分 就落到 跟它入Q的公司差不多了 比较接近的 所以它这次跑进来 也是因为排的内档的原因 还有有形状 当然它懂得跑这个路程 这场赛事 中华威威也是10倍 是跑第一的 如果你看今季 说回今季也开始有了 这场是五班千二米 今季的9月5日第五场的五班千二米 他城实力码也有一批 叫做龙凤晴墙 是排内档 这批码今次它是六岁 即是说它已经不是一批质身码 其实它1400之前的表现都没有什么 但是它这次突然之间 宿程跑千二米 那怎么去决定呢? 宿程就看这两个了 这两个都是正的 即是说这匹马要留意的 第二天你看到这些马是要留意的 在这场赛事 其实我们都看漏了这匹马 结果这一批龙凤晴墙 就27倍跑第二 即是爆了个冷桥 跑第二马 这些马也是经常出现的 如果你看这类它城的实力马 是排内档的 在上季尾的那半月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马匹跑进来的 只是这一批过半月也有18只 而且大部分其实都有不错的分头 所以当你没有一场赛事 有一批深水马胆的时候 我们当然建议用这个位置的同情实力马 特别是放弹咬前不断 例如释迦速的马匹做胆 如果没有那些马 或者用排内档的同情实力马 没有释迦速的做胆 而且当你有了不胆之后 可以拖回同类型的马匹 如果有的话 还有记住 一定要查一下它城下面的实力马 而这些实力马 特别是排1-4档内档的马匹 这些配搅也是非常值得你拖的 这样做 其实有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命中到 是一个非常冷的Q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把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当你有这个表时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码 所以建议你把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这样做 结果是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有价值的 实力的冷码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知道怎样去选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lain Burlain Channel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选码秘谓的片 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职业团队 怎样选择实力冷码的方法 和你可以学到怎样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码 所以你如果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影片 当然啦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牌位 计算表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了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择 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码 OK 当然啦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怎样选择码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就建议你 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 channel 明天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OK 同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选择的知识方面有帮助的话 那就 请在这个位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啦